先说说之前一位投诉人小张的经历 他和同学到百脑会一楼买电脑 当时看中的是神州战神笔记本 网上看到的售价5199 同学看中的是一台华硕K501 网上售价5899 单子填好后 销售突然说没货了 开始给他俩推荐另外一台电脑 同学当时因为等的比较烦躁 真的是等那么长时间 那块电脑他说数据 跟我们之前的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几乎没看电脑的数据 各种型号都没什么看 他就是看外形上 那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的 两人被带到酒楼 各花了5500块 买了这台销售推荐的电脑 签好了销售合同 但回到家后 两人才发现电脑性能很差 天猫上搜出来才2999 百脑会916说不能退 要换得加钱 第一我会预计价 价格有问题吗 第二我会用你机器指账有问题吗 我们已经讲过水货了 有吗 那没理由你干嘛要说我 你们让我说完话 你们说完话呀 因为你们自己一直也不够坚定 你说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是谁的错 只能说是你们说 你说你考试我考了20分 你能跟考100分的人比吗 你说呢 那天协商到最后 小张和同学都无奈的选择了加钱换机 然后这台电脑官网价格是6000多 但是京东上买是4300 他说还是按 这台电脑还是按官网的价格来 然后就是 呃 加个600块钱 加钱换电脑 小张说自己肯定是亏的 但是他也留了一手 之前5500块的那台电脑 他曾加钱升级过一个固态硬盘 就我怀疑这块固态硬盘是假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电脑帮我换 然后那块固态硬盘 我再出250本来买下来 前前后后 小张等于花了6350 买了一台电脑和一个固态硬盘 小李是小张的同学 是学校法律维权部的部长 听到小张的遭遇后 他很气愤 决定要以实际行动 来维护同学的权益 我作为一名杭州本地人来讲 我希望他能够滚出杭州 恕我之言 请允许我说脏话 让他滚出杭州 这款固态硬盘是金士顿牌的 小李和小张就把硬盘寄回到了北京总部 去做了一个权威的鉴定 整个过程 小李都用长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我们双方都在这一包 这个东西上面固态硬盘上面签了个字 证明了这个东西的那个没有被动过 然后我们就自个儿交给那个 交给学校那边的快递大叔 整个过程是 全程录像 因为他们他们那么喜欢玩套路 我们就以证据来压倒他们 两天后 这款固态硬盘从北京金士顿公司总部寄回了杭州 里面还有一份检测报告 快递单号是214开头的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快递 现在这个快递单 快递单号是不是没有发生过变化 六面号全部看一下 它没有拆封 全部记录下来 我们没有做过手脚 而且第一个 第二个 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他那个合同上面也是写了 这块固态硬盘的串号的 送简的固态硬盘 寄回的固态硬盘 购买合同上写着的固态硬盘 串号全部都一致 鉴定书上明确的写道 这款固态硬盘非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商品 属于仿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小李说 因为这款固态硬盘是升级新家的 并不是电脑本身的零部件 所以没法说那台电脑有质量问题 只能单独拿固态硬盘来维权 这回百脑会916出面的是一位姓熊的经理 他解释说 这个硬盘是从上家拿来的货 不是他们自己的产品 我是从上家去进货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反映到我们厂家那边去 我根据你们店里的规定 碰到这样的假货 或者说碰到这样的不是正品的东西 你们是怎么来处理和对待的 那我一定按照国家一个相关的东西 那我一定要 因为我这东西是从上家拿来 熊经理的意思是退一赔三 可百脑会916的店里却不是这么写的 来看看小李之前进到店里拍摄到的画面 我们所贴的标语那是针对于笔记本电脑 因为我是做笔记本电脑 然后因为这种配件这一款 我也就从上家那边去 就是说假日开始的这个规定 它只是用于笔记本电脑 不适用于我们今天因为这种配件 如果客户有什么样的需求 那没关系 是不是不适用于这个笔记本电脑 是不是用于这个笔记本电脑 那我这个东西如果是说 会反映到我们经理那边 那我电脑好像没有贴这种规定 就这样的快 你确定没有 要不去九楼看916 要不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九楼再看一下吗 那我这视频已经有了 我这视频已经有了 你需要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老板说吧 有没有写笔记本 自己说有没有 这都是你家里的 我标准签他们的公司 那如果客户提出这种需求 那我可以去申请到 我上的因为这个东西 我也是说的 我也是属于受害者 你们店里提出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因为那可能就有一个注目 因为其实我这个东西不是购买的 它不是做我的购买的 是我真送的 没有没有 买的 买的 在这张销售合同拿出来 我买的 你们怎么会那么好会送我250 我花钱有 有票据吗 有 合同都有 蓄列号全部抄下来了 在这张销售合同上 在这张销售合同上明确写了这款金士顿固态硬盘价格是250 蓄列号跟固态硬盘上的鉴定书上的一模一样 经理一直强调要跟上家核实 记者建议小李和同学可以马上拨打工商以及消费的电话 工商的执法人员过来后 先核实了小李提供的证据 他们觉得白脑会916这边应该兑现之前宣传的承诺 如果做不到假一赔十 白脑会这边就存在虚假宣传了 按照这样来处罚的话 罚金可就不止一赔十这么低了 熊经理同意退一赔十了 现场把2750块现金给了小张 小李说这次固态硬盘的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之前那么多人在916买电脑的经历 还是让他难以释怀 很多消费者都是这样 在白脑会一楼买电脑 然后以各种理由被他们带到九楼 之后他们再给你推荐其他的电脑 等你签字交钱回家后才意识到 实际买的电脑可能根本不值这个价 想退货不可能 想换货得加钱 白脑会916这边可是要严格按照合同来执行的 你签字了机器没质量问题不可能退 我是一个商场我有推荐商品的权利 如果你选择了那我就咱们正常的交易流程 如果你不选择那你是刷卡的 你要符合到正规流程的卡 几天退款我符合到几天退款 我也没强逼着能去非要买这款机器 而白脑会市场方这边呢 也会认为是消费者的意志不够坚定 没货你是应该把钱回货 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他们就想不到这一点 小李和小张觉得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每多一次曝光或许就会多一些人知道这里面的文章 就会少一些人中招 至始至终啊我帮别人维权也好 我始终知道一句话 维护别人的权利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不对 把电视台把媒体 把工商部门或政府部门叫过来的情况下 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倒霉蛋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幸运的人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是要买一台i5以上系列的台式机 然后有这个业务员帮我推荐了一款 然后组装的 就是有个配置清单给他订好了 就是说按照这个配置拿货 结果跟我换成了跟我配置完全不相同的CPU 主板显卡全部不一样 小胡去的是杭州较公路上的百脑会一楼的华硕柜台 小胡说买电脑一共花了4500块钱 当时明确跟业务员确认 需要英特尔i5处理器 并且手里这张配置单 也是当时的业务员帮忙配置的 所以在付款签字时就没再仔细看 在最后付款 然后他带我去提货的时候 跟我说了一下 换四盒的会更好 因为我那个原来配置是双盒的 我以为在原来的技术上 清单上写着处理器i5 主板华硕B85 显卡的牌子是影驰 而小胡电脑里检测出来的处理器 牌子是赛阳 主板的牌子是眉睫 显卡也不对 小胡找到了商家 电脑折旧 然后再重新给我换一个6盒的 但是还不是我要的那个 小胡说 因为工作与制作视频有关 一定要英特尔i5处理器 而商家提出600块钱的折旧费 换同品牌赛阳的6盒处理器 他没有同意 今天记者和小胡再次找到了商家 我是在一楼刷了卡铺的钱 然后他到走楼去提的货 很明确 你这个合同是跟9楼签的 你这个合同是跟9楼签的 你是9楼买的电脑 在销售合同上盖了一个章 上面写着白脑会917的字样 原来在白脑会9楼的这家 笔记本电脑直销体验中心 是独立的公司 不归白脑会管理 只是在白脑会里面租了一个摊位 而白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只能做到帮忙协商 我们就是跟着i5来的 但是到最后面 给我们换的东西并不是i5的 全部都是更低配置的 然后但是我们付的钱 却是我们清单上的价钱 也就是算你不用买一头租的价钱 买了一只鸭回来 机器昨天已经装好 已经给他送我上门了 他也用了 他说也都满足不了 那要换 也只能换我上家铺里货了 他是说只要换成 他原来那个清单上的i5处理器就行 但是你们这里表示不能换是为什么 因为我呢 铺里我没有这个货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业务员拿什么型号的产品 会经过顾客同意 而且在销售合同上 也写明了产品型号 小胡也签了字 如果说产品满足不了你 那我一定拿住我的态度 对不对 那你要是说 今天所有的责任 因为告诉我 因为一句话你不懂 首先我想可以 推到我身上来 最终经过多方协商 商家同意 把处理器换成英特尔i54590 主板换成华硕B85 电源更换成450瓦 由于显卡与清单上的差别不大 可以不更换 更换的部分需要小胡支付1000块钱 对于这个方案 小胡表示接受 写一下同意以上 数理方案 然后给签个名 表白布洪金眼 记得报道 胡州德青人最近打算买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 小伙子做了不少功课 上网查了不少机型 最终选中了联想V4000这个款式 厂商指导价是501点 小伙子觉得杭州这边商业竞争激烈 价格会更实在 就考虑到杭州来买电脑 8号下午三点多 小伙子转了好几趟车 赶到杭州叫公路上的百脑会 走进一楼这家联想电脑专卖店 和业务员聊了几句 小伙子刷卡付了4450块钱 买这款V4000 然后他给我推荐一款就是四盒的 他说我买这个是双盒的 那四盒的比双盒的好 要加个两三百块钱 事后对方把小张带到了 百脑会科技大厦916房间 业务员拿出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 但型号不是V4000 不是V4000是G50这一款 就这样的 这两款电脑有什么差别吗 差别然后颜色是明显不一样 里面配置也都不一样 小伙子用手机上网查了查 联想V4000的配置比G50要好 厂商指导价要高出千把块钱 小张表示不要这台电脑 还是想买联想V4000 双方在争执的时候 工程师已经给笔记本电脑装好系统 据说他把电脑扔楼梯口 说你爱要不要 然后我说那我退钱 他说退钱可以按六五折给我处理 就这样的 那扣多少呢 扣大概1300嘛 小张认为对方是在忽悠自己 找到百脑会一楼 市场管理人员把小张和记者 带到地下一层的调解室 陈店长赶过来做了解释 一楼是公司的商铺 九楼只是仓库 事后记者上去看了看 九楼依然挂着笔记本电脑 直销体验中心的招牌 关于双方交易的经过 陈店长说 业务员从来没有说过 店里有联想V4000这款电脑 业务员跟他介绍的时候 这台机器的型号有没有告诉人家 我业务员说了 我样机也会给他看 他当时有没有跟你讲型号 没有 至于笔记本电脑安装系统的事 陈店长更是直说冤枉 给负责人打完电话之后 陈店长说折旧费降到700块钱 小张也同意了 小伙子说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希望大家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1818黄金演技术报道